请听题 它曾是皇家猎苑木兰围场核心区之一 区内森林草垫湿地均处于原生状态 其主要保护对象是森林草原交错带生态系统 黑罐金雕等珍稀宾威动物植物物种 这里还是卵河与辽河的水源地区一 请在地图上圈出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开始 好 这道题 王海妍抢到了打起拳 到了总决赛阶段 我发现高手过招就是这样 轻巧 但是又果断 一招比杀 哪啊 这是 你刚才说这是木兰围场 那它就应该在围场满足自制线的北部 围场的西北部有一个叫做赛罕巴的保护区 我们来看这个赛罕巴自然保护区准确的位置 是否在王海元签订的范围内 帐篇 这个地方蒙曼老师应该很熟啊 那就是我的家乡啊 因为我就是大范围来讲属于成德呀 赛阶坝是围场啊围场也属于成德呀 当然那时候缺乏保护 因此到建国前的时候这已经是黄沙碧天呐 所以那个地方离北京是200公里左右的这个路程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所以到1962年的时候 林业部就建这个赛罕巴机械林场 就是人工机械林是112万亩 不得了的地方 你要知道那个地方冬天冷得要命 是零下43度遗寒天气 造这么大一片林子 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中国人创造的奇迹 这一片林子112万亩的这个林子呢 实际上是构成了我们这个北京首都的一个绿色长城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生态工程 所以我们再次证明了绿水青山呢 既要保护 同时我们也可以建设